这是太平洋今年生成的第21号台风燕子的卫星景象 目前它已经是一个相当可怕的强烈台风 正笔直地朝向日本中部直扑而去 其实今年整个夏天来说 台风生成的频率相当的异常 而且对日本似乎连续都带来威胁 你看看过去两个月 日本风灾水灾不断 也充分说明了异常以及极端气候 对每个国家带来了空前的影响 整个的救灾跟防灾观念 都必须要彻底改变 而且如果只是空谈而没有做好任何的工作 那事后证实代价是非常可怕的 而这个代价都是人民在付出 美国人直到最近才知道 他们去年的一场飓风灾情 拖了一年才真相大白 怎么回事呢 去年9月也是在接近这个时候 一场飓风非常强烈的叫做玛利亚的 侵袭美国的领导波多里哥 当时灾后的散状已经说明 灾情非常的可怕 但美国政府的救灾非常的迟缓 理由是他离本土太远 加上中央政府完全不重视这件事情 川普总统虽然去了一趟 但只是大观巡视走得比台风还快 到了最后 整个的救灾大家一直骂 但到现在终于这个礼拜 根据一所大学的预估数字 以及整个的事后统计 发掘这场灾情造成的死亡人数 不是原先官方所公布的64人 而是新近这个数字2975人 是美国有史以来自然灾害空前最高的死亡人数 足足比原先官方公布的高了60倍之多 真相是怎么了 究竟为什么会有这个方式 谁在拖延谁在掩盖 以及整个的真相 究竟给大家带来了什么样血淋淋的教训 美丽海岛景色依然 充满热带风情 波罗里克美国在加勒比海属地 是西班牙文的富裕之港 然而往日度假天堂 现况却让人不忍足度 当太阳升起 眼前是一片断圆层壁 波罗里克首都圣湖安 几乎看不到完整的民房 避难所挤满灾民 表情茫然绝望 去年9月 飓风马利亚横扫波岛 造成严重破坏 这数字超过2005年的卡翠纳风灾 重重打脸波岛政府一年以来一直坚持风灾死亡仅64人 如今瞬间暴增46倍 让全世界看笑话 怎么会差这么多 原因之一是当地官员 奋饰太平 距风过后波岛政府迎来美国总统川普堪灾 为吹捧救灾友方少报死亡人数 更扯的是川普前脚踩走 救援物资马上减少 数万灾民 吃不饱 船不暖 躲过一劫的灾民却未能及时获得救援医治 加上全岛大断电 平时救人的医院连发电机都没有 眼睛正让病患网送性命 估计占全部死亡人数的三分之一 我希望医院的医院会更加准备 人们在街上在街上死亡人数 在街上死亡人数 波岛政府却变称这些都属自然死亡 哈佛大学今年5月提出数据 认为风灾死亡人数可能高达4600人 外界压力下 波岛政府只好委托乔治华盛顿大学实地调查 真实罹难人数让外界则舌 死亡人数暴增还说救灾做得很棒 根本是睁眼说瞎话 对波多黎各来说伤害更大的 是联邦政府漠视灾民痛苦 防水部就像窗帘 只是拉开完全没有玻璃窗户 抬头一看连屋顶都不见了 刺眼的阳光直接穿透下来 飓风造成全岛三分之一房屋倒塌 家园残破 只剩一堆砖块和木板 波多黎各要求联邦政府援助944亿美元重建经费 如今却只拨款15.8亿 连零头都不到 重建经费没着落 灾民感受深刻 到了晚上部分地区还是无电可用 买不起发电机的居民 在马路旁靠着经过的车灯 才能看清家人朋友的脸 聊天消磨时间 冰箱没办法用 只好拿着大袋冰块 保存家中仅有的食物 前往采访的记者遇到倾盆大雨 没有路灯几乎看不见路 可怕的是街道立刻淹起大水 抽水机根本无法运作 政府有没有在做事 答案全写在灾民脸上 只要一下雨 家里就成了游泳池 如果发生在半夜 还得举家逃离 这种生活谁过得下去 我们不睡得好 我们每天都会疏惫 我们不知明天什么会发生 我们在祝福福利亚人士 我们爱福福利亚人士 需要照顾波导 口是心非的川普 对波罗里克见死不救 还不只是风灾 波罗里克政府在去年五月 向法院宣告破产 基前债务高达740亿美元 联邦政府令于出手搭救 川普还一度表示 无法协助打消债务 逼得波罗里克只能消减预算 波罗里克大学成为准结剑靶 今年再砍2亿美元预算 不甘心成为牺牲品 校园内的学生发动大规模抗争 波罗里克人 波罗里克人心里清楚 当地高达45%的贫穷人口 想找高薪工作 只能往美国跑 倘若再没了降狱 想翻身 比登天还难 无奈又深切地呐喊 川普听到了吧 堪称史上最烂的风灾救援 凸显出川普政府的虚假 更让波罗里克人前途渺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